秋冬为何适宜吃糯米呢? 因为我们今天以白糯米作为一个基准 糯米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它的性质熟温的 味道是属于甘味一点 所以是有保益的作用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觉得它能够补充益气 秋冬季我们人体消耗的能量比较多 所以如果单单是以米作为一个标准来说 糯米它补的力度就比较大些 我想大家要先搞清楚一件事 任何的东西吃太多 都有机会引致消化不良 但是糯米尤其是糯米 我们知道它煮熟了之后 黏性比较强些 中医说它容易制住气 所以如果吃得太多的时候 它是比其他的食物容易 令到我们的身体有些气顶住了 有一些体质偏强一些 或者本身可能是湿气重一些 或者热比较重一些 痰湿比较重一些的人 吃糯米很容易会导致到一个滑着滑着的感觉 就适而小吃一些 市面有三种糯米比较常见的 第一当然是我们中医入药的白糯米 第二和第三种就是黑糯米和红糯米 其实如果按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白糯米是我们中医真正入药的 性质偏向平和一点 大家运用的时候 建议大家用白糯米比较好 使用白糯米比较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